看新京报的报道 最近这两天高考考生正在忙着报志愿 而新京报提醒各位 考生可千万别上当 野鸡大学又报出了118所 眼下正是考生填报高考志愿的日子 昨天长期搜索搜集虚假大学信息的上大悬网 公布了第四批中国虚假大学警示榜 又有118所虚假大学被曝光 而其中北京上榜学校是最多的达到了39所 考生一定要擦亮双眼 千万别上当 自2013年起 上大学网先后公布了三批虚假大学警示榜 将210所虚假大学晒在了网上 而其中标注办学地在北京的虚假大学数量最多 在21个省当中也是最多的 而这些学校当中有114所不在教育部此前公布的 2015年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当中 另外有三所是仿冒正规高校更名前的学校名称 而一所是仿冒广西1980年左右存在过的同名民办学校 上大学网粗略统计发现 这受害者大致分为三大人群 包括低分落榜 但是很想上大学的考生或者家长 还有因为学历门槛在报考平支撑升迁福利待遇等等方面受限制的在职或求职者 还有一种就是能力不够学历来凑 心存侥幸虚荣心较强的低学历人员等等 我们说第一种那个纯是智慧上当 考生们一定要擦亮双眼 关于孩子的前程和学历马虎不得 而后两种很多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有些野鸡大学他号称一两天就可以给你个学位 这相当于买个假证 所以这些人我觉得揣着明白装糊涂 自做个小聪明 想拿个证回来骗个什么东西 职称待遇工作怎么样的 我只能告诉你 现在信息化社会 互联网社会骗是不行的 看新京报的报道 最近这两天高考考生正在忙着报志院 而新京报提醒各位 考生可千万别上当 野鸡大学又报出了118所 眼下正是考生填报高考志愿的日子 昨天长期搜索搜集虚假大学信息的上大宣网 公布了报考平支撑 升迁 福利待遇等等方面受限制的在职或求职者 还有一种就是能力不够学历来凑 心存侥幸 虚荣心较强的低学历人员等等 我们说第一种纯是吃亏上大 考生们一定要擦亮双眼 更名前的学校名称 而一所是仿冒广西1980年左右存在过的同名民办学校 上大学网粗略统计发现 这受害者大致分为三大人群 包括低分落榜 但是很想上大学的考生或者家长 还有因为学历门槛在虚假大学晒在了网上 而其中标注办学地在北京的虚假大学数量最多 在21个省当中也是最多的 而这些学校当中有114所不在教育部此前公布的2015年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当中 另外有三所是仿冒正规高校的第四批中国虚假大学警示榜 又有118所虚假大学被曝光 而其中北京上榜学校是最多的达到了39所 考生一定要擦亮双眼 千万别上当 自2013年起 上大学网先后公布了三批虚假大学警示榜 将210所 大学警示识